欢迎来到Sparrow CRM 系统的介绍 我们这套系统是一个专为教会和机构而开发的线上系统 希望帮助教会团队有效处理行政事务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空间专注在牧羊和关怀的工作 在资讯科技普及的年内 用系统除了要有多功能和有跨平台的便利之外 数据和系统的安全性同样重要 我们同样重视用户和教会资料的处理 所以这一条影片我们会从三大层面去介绍 Sparrow CRM 系统如何保障系统资料的安全性 稳定性和可管理程度 第一个就是系统网络及架构的层面 Sparrow 的系统是运行在独立的云端伺服器 而且有多点的数据中心去做支援、backup等等 有需要时可以分配资源 而且系统每天会自动备份 尽量保障大家的资料、版本和完整性 而且我们的系统数据库 是不会公开与其他系统有连接 确保整个系统的独立性和安全性 第二就是资料及数据的层面 Sparrow CRM 系统和所有伺服器 或者用户装置的连接 全部都用了HTTPS的技术 即是数据传送的时候 已经经过资料加密 而且是用现时最高的256bit 原位来做加密 在储存方面 我们的database数据库 已经启用了database encryption at rest的功能 即是数据库静态加密的功能 所以所有存在的资料已经加密 即使不幸被恶意入侵或洩漏 拿到这些资料都不容易破解 而在我们的设计 每个使用我们的教会和机构 都是用独立数据库 这样就可以避免了资料混乱 或者意外接触到其他机构的资料 所以Sparrow CRM 系统 无论在资料传送 或者资料储存方面 都有足够的保障 第三方面就是应用程式的层面 所有Sparrow CRM 的用户 都必须经过双重验证才能登入系统 包括使用用户名称密码 以及一个电话的验证码才能登入 可以避免因为忘记了密码 遗失密码 或者忘记了电话 便会被人登入 而盗取到资料 系统方面提供了全面的权限设定 所以某个用户只能使用会计的功能 或者用奉献的功能 组别的权限 来定用户可以看到哪些组别里面的成员资料 资料方面 都可以细致在特定的资料做设定 例如只能给某个团队用户可以看到 成员的地址资料 但看不到它的出生日期 权限也包括报表层面 例如有会计的报表 奉献的报表 出席率的报表等等 可以就着独立每一个报表 给用户去看或者下载 详细的设定和管理操作 我们有机会在其他影片中示范 在CRM程式的层面 提供了自主和弹性的权限管理 教会的团队可以安全地分派工作 给不同的用户 亦对会有的资料有一个適切的照顾 减少了因为个人的电脑 或者装置不辨 或者等等的问题 影响了全个群体 因为这个系统可以随时删除 或者终止某个用户的权限 透过以上三个层面的介绍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Sperol CRM系统除了在功能确展和改善的同时 会继续为用户提供安全和稳定的系统环境 虽然世上没有绝对的安全 系统会随着时间和科技的变动 有机会出现潜在的风险 我们会继续持续维护和更新这个系统 希望让大家有足够的信心继续使用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Sperol系统的理念和功能 可以看我们连结的影片 或者订阅Sperol YouTube频道 看Sperol.hk的网站 可以了解和联络我们 多谢你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